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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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们波卡生态核心的基础设施项目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OneBlock Plus一起合作 来让更多的同学和朋友一起了解我们团队 了解我们的项目 谢谢Sam 请雅许做个自我介绍吧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Sam和思琪一起来做这个AMA 然后我们也是刚开始跟这个support达成的这个合作 然后后面我们也会一起来做这个课程 我是从2017年底开始加入这个行业 也就是上一轮的牛市的时候 对 然后从进入这个行业开始的话 一直在做以太坊技术的社区 然后我是从18年开始开始自己在做这个技术社区 对 一直到现在 然后现在目前也协助过卡一起培养了 大概有1600位这个Sumtree开发者 对 谢谢Sam 谢谢阿学 能够从二位的介绍当中听出来 都是在区块链行业非常有经验 然后以及非常踏实做事情的人和团队 那我们Sumtree呢 确实也是一直专注于数据所引赛到 那今天就是有心请来我们的CEO的话 也请Sam再从我们创始人的角度 来给我们介绍Sumtree的技术 以及我们的愿景吧 好的 谢谢思琪 所以对于Blockchain开发者来说呢 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 如何有效的查询Blockchain中的数据 我们知道Blockchain的工作原理就是 一个Block接着一个Block接着一个Block 每个Block的头和尾相用链条样 把它也连接到一起 每个Block的产生呢 是所有的参与节点和一些共识算法来完成的 数据呢就存在每个Block里面 目前波卡大概有800多个Block 每6秒钟还会有新的Block产生 以太坊呢大概有1300多个Block 对于用户和Blockchain开发人员 想从这么多的Block之中 拿到想要的数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举个例子 就像你有一本非常非常非常厚的书 如果你想要找到书中的某个内容 怎么做呢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笨的一个方法 就是每一页每一页的去找 如果你幸运的话 可能翻开几页就可以找到 如果不幸的话 可能要把整个书都翻译点 才能找到你想要的内容 那怎么才能有效的查询你想要的内容呢 如果用刚才书这个例子呢 其中有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把这个书添加一个目录 通过这个目录 你既能快速的找到你想要的内容 SubQuery的工作原理 也和这个目录的原理差不多 首先呢开发人员定义 你要什么样格式的数据 然后把这个定义告诉给我们SubQuery 那SubQuery呢根据这个定义 从Blockchain中把这些数据索引出来 存到高性能的数据库之中 这样呢当用户需要这些数据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一个Block去找 而是SubQuery一次性的 把所有用户需要的数据都提供了 大大的提升了查询的速度 特别是波卡的架构 对于以太坊来说更复杂一些 比如以太坊只有一个智能合约一层的结构 像所有的以太坊的去中下的交易所 或者其他的一些DF 他们只是部署了一个智能合约到以太坊上 但波卡的架构呢 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比如我们有Polketo Kusama 是RelateChain 然后有Akala Moonbeam 这些PairChain 像Akala Moonbeam这些PairChain 还可以部署智能合约 这种三层的架构 使数据查询更加的复杂 SubQuery呢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痛点 我们SubQuery呢有三个阶段的开发 第一个阶段呢是SubQuery的SDK SubQuery的项目本身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所以说每个Developer呢都可以贡献Code到我们的Repple 当然了每个开发团队也可以把SubQuery的项目下载到本地 搭建自己的生产环境 搭建自己的生产环境 对于每个项目团队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 需要专业的工程师去搭建 搭建好了之后还需要专门的维护人员去维护这个环境 这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资源和精力做这个工作 基于解决这个痛点 我们推出了我们中期化的服务 这也是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开发 我们中期化服务呢主要是一个自动化的SubQuery 托管服务平台 用户可以把自己定义好的SubQuery项目传到我们的平台 平台会自动生成对应的索引服务 进行数据的扒取和提供Query服务给用户来用 这样开发人员就会专注于自己前代业务逻辑的开发 把后台复杂的数据查询和生产环境管理 留给我们SubQuery中期化服务 目前已经有几百个项目 已经部署到了我们中期化服务平台 平台每天服务大概有上千万个请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用到我们的服务 这些数据每天都在增长 接下来我们第三个阶段的开发就是SubQuery网络 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有的团队都在Focus的一个 所有团队成员都在Focus的一个阶段 SubQuery的愿景是让去中期化的数据更容易访问 这让我们也需要打造一个去中期化的平台 让更多的优秀的基础设施提供商加入到我们SubQuery的网络 并提供丰富的SubQuery数据服务 我们会通过最好的经济模型来激励每个加入SubQuery的参与者 如果对这部分想感兴趣而深入了解的同学呢 也可以读一读我们的白语书 教会跟司机 好的 谢谢Sam 确实就像Sam所说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在CutOut上面 因为这是一个相对于台方来说更加复杂的一个网络系统 那么我们看到G1 Block Plus也是一直致力于在SubQuery上面的教育 那就像刚才Sam所说的我们共同的愿景是要实现一个Web 3 是要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去中心化的数据所影的革命当中来 所以我觉得G1 Block Plus也是一直在做跟我们相同的事情 其实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SubQuery的建设当中来 那其实也想请亚熊介绍一下 One Block Plus在创始的阶段 你们的初衷和使命是什么呢 为什么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也坚持在Pokedot和SubQuery上呢 好 感谢思琪 先说一下One Block One Block的话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区块链开发者的社区 我们主要的话是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支持 所以的话我们的使命是首先将开发者带到这个领域里来 然后帮助他们去掌握这个SubQuery的基本的技术知识 并且还要把他们交汇就是怎么去用SubQuery这个框架去构建应用 然后到这个生态系统中来 并且去实现如何去搭建他自己的去的链 然后作为我们也是Parity官方的合作伙伴 我们会围绕着开发者社区去提供技术的课程 然后技术的内容包括像workshop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然后包括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去举办波卡的黑格松 就是为了吸引一流的一些开发者去为生态系统的繁荣 去进行一些建设和创新 然后我们的目的的话其实就是能够让开发者 从零到一的去掌握SubQuery的这个技术 并且能够在这个生态里留存下来 并且发扬光大 那说到就是为什么我会一开始就专注于 在做这个Podout和SubQuery上面的话 首先就是很多人其实是问过我这个问题的 就是有那么多的区块链项目 为什么我会选择波卡吗 对所以其实我的答案的话 是因为我觉得波卡的SubQuery框架是最有可能产生 大量真正有用的区块链 从而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态 首先聊一下我是怎么知道波卡和SubQuery 那个时候是在我最早期刚刚创办OneBlock之前 我是在做以太坊技术社区 然后也结识了中国的第一批那个以太坊的中国开发者 然后并且跟他们成为比较好的朋友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很快进入了一个熊市的阶段 然后很多开发者呢就在看一些未来的赛道和方向 我是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是 发现大家最近是在关注SubQuery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18年底到19年初的时候 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就是国内是没有太多人是知道SubQuery 并且我看到就是国内可能只有一两家公司是基于SubQuery开发的 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也是会去跟社区里的一些技术大牛 包括我接触到的一些团队 还有一些资本进行沟通以后 我发现波卡是一个非常值得生根的生态 而且未来是非常可期的 所以就说不论是可以一键发链的这个SubQuery技术的框架 还是说提供了另一种可以提高区块链拓展性和护操作性的波卡的设计 然后包括Gavin对这个Web3.0的期许 所以我都认为这个波卡的发展会是区块链行业里下一个的里程碑 然后我们团队的话是比较擅长去做技术课程加社区的 并且我认为就是在区块链里面 技术社区是一切项目的出发点 就是运营加技术是最早期可以把生态搭建起来的一个最稳定的架构 所以我就是当时是决定我们从以太坊的技术课程 要开始去拓展这个SubQuery开发 然后当时国内的话没有太多的人去了解SubQuery技术 并且还能够有时间来跟我们一起去合作课程 所以我是通过我们社区里的以前以太坊课程的助教 帮我找到在新西兰的陈希亮 也就是现在这个阿卡阿CTO 我跟他就是很简单的沟通了半个小时 然后跟他说了一下我想做的事情和想法 包括做这个课程的初衷 然后他也非常乐意 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的去开始做这个课程的内容 制作呀打磨啊宣传啊运营啊等等一系列 然后虽然说那个时候19年处于非常非常的熊市的阶段 但是我们第一期的课程就有50位中国的开发者加入 然后合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Parity在亚洲也组建了团队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就很快的跟官方达成了一致就是成为了他们的唯一的合作伙伴 然后通过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举办了将近11期的课程 一共培育了到现在有1600位三部学开发者 对 哇好厉害 就是我们每次听到1000多的这个数字的时候 都觉得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确实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斐然的成绩 那确实我们SubCure团队其实也一直致力于 在我们的WebSend的世界去培养更多的开发者 那这一次也是可以和1Block Plus一起来合作这个课程 我们也觉得非常荣幸 因为1Block Plus一直以来都是 无论是中文去或者是说在整个世界上面来说 是处于一个开发者培训的一个领导者的地位的 所以我们也想请Sam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是有哪些缓解 然后大概能够交给开发者哪些知识 那么在开发者学习了之后 他们能够获得些什么呢 OK 我们这个课程呢一共分为六个模块 详细的讲解了SubCure的使用 即使你没有任何程序开发的背景 也可以从前入身的一步一步的学习 我们的课程的slogan就是 From Zero to Hero 所以很适合DF开发人员来学 或者是现在已经在现有的PariTrend 团队的开发人员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课程来提升 就是说提升就是对SubCure的理解 通过课程学习呢 优秀的学员能够根据业务场景设计 并完成开发SubCure的项目和测试 最近能够发布和托管项目 到我们SubCure中心化服务平台 其实对于一些有实际需求的 这一部分学员 就可以直接把SubCure 应用到自己的DF中去 为了培养人才呢 我们团队花费了很多精力 来研发这个课程 当然了课程的第一个版本是英文吧 而且也是在英文社区首先发行的 这次中文的课程不仅仅是英文课程的翻译 而是会更多的根据中国的开发者的情况进行 进行了编撰 我们希望迎合更多中国开发者的学习习惯 课程将会由我们团队的核心开发人员J 来指导 这是我们团队中非常有才华的开发者 我们CTO燕也一起参与了研发 燕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和有成就的开发者 他在首届包括了黑客松中或者的第二名 那多提到一句 刚才亚旬提到了陈希亮 其实包括燕啊 包括我在内 其实最早都知道那个课程 因为Bran在跟你们做课程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同事过一起 我们在一起都知道这个课程 而且当时我们也了解他在做课程的时候 也给我们看了你们第一次的一个课程 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你们 非常好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请大家都参与进来 和我们这样一起真正做项目的团队呢 一起来共同的成长 这是我们就是对于就是这次课程 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一个期望吧 谢谢Sam的介绍 那真的是看得出来 其实我们两个团队也是渊源颇深 在最早出的时候 就已经其实有各种渊源在里面 然后也可以进行一起合作 那其实也是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合作 埋下了伏笔 也是OneVlog Plus成长了更多 SubCorea也成长了更多的时候 然后一起来去进行这种社区的建设 开发者的培养 那其实我觉得这次合作 真的对于两个团队来说 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我们也请Sam和亚旬也都来从自己的角度 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合作 对于团队彼此的意义 那我们请Sam先来吧 好的 谢谢思琪 SubCorea一直非常重视社群和开发者的培训 而且这种培训呢 不仅仅是针对于英语地区 而且是所有不同的地区和语言 我们即将把我们的课程 扩展到更多不同的语言版本 当然中文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社群 当然不仅仅中文社群了 还有我们的Russia 那还有一些Lighting America 很多不同的社群不同的语言 而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开发者和项目 他们很多都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潜力 所以我们很荣幸 我们与OneBlock Plus合作 一起在中国推广SubCorea学院的中文课程 OneBlock Plus与来自Parrity亚洲的工程师 一起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Substrate开发的课程 是中国地区和全球都比较有影响力的Substrate培训机构 其实就像刚才亚旬所提到的 已经培养了接近1600多位开发者 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 我们期待着这里见到更多的有才华 有才华的开发者 掌握数据索引工具的使用方法 是开发者非常重要的一样技能 所以我们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开发人员 好的一个前景 谢谢Sam 谢谢Sam为我们介绍和OneBlock合作的意义 那也请亚旬来讲一下 觉得和SubCorea一起能够为开发者创造出哪些更多的可能性呢 对 因为我们OneBlock做这个Substrate开发课程大概有两年了 然后我们是围绕着Substrate基础的一些框架去介绍它的入门以及进阶的课程 所以其实有这么多的开发者他学完这个课程以后 其实很多人还是想去了解一下生态项目大家都在做什么 然后包括这些领域开发者该怎么去参与进去 然后包括开发者还需要去具备哪些技能等等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合作就像Sam说的一样 就是能够让开发者在了解了Substrate基础的这一些知识和框架以后 还能够去掌握一些数据搜索工具的使用方法 包括我们可以一起去培养更多让大家能够去使用这些工具去进行开发的优秀的人才 然后让更多人去参与到去中心化的这个数据缩影的革命当中来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合作的非常大的一个意义 对 谢谢亚训 是的 其实我们就是共同致力于去培养更多的人才 能够不断的为整个Web3的这个世界 然后去创造更多好的应用程序 以及为更多 以及为这个Web3带来更多好的前景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的 这个方向是我们一起努力的 对 刚才Sam有提到说 Subcrate其实一直非常的重视我们的社群 然后确实开发者的社群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的开放的数据所有平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叫做indexer 那其实我们是有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掌握数据所有工具 并且能够一起参与到我们的数据所有当中来 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优秀的这种结构的数据 好的 因为中文社群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社群 之前思琦刚才提到的 就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视 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让社群能够参与Subcrate的建设中来 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发行的一个测试网 刚才思琦也提到了 我们会让更多的indexer来参与到我们的我们的网络中来 因为indexer是我们网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Subcrate本来就是为开发者服务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更重视开发者社群的建设 我们有非常多的开发者活动 像最近我们支持的一个Gatecoin的一个黑客松 还有刚刚结束的encoder的黑客松 Subcrate已经提出了很多的一个奖项 我们奖值总量也超过了15000美金左右 当然了我们这些奖项 不仅仅是从Subcrate会给一些参与者的一些奖项 而且我们会跟一些我们一些partner去合作 包括我们一些paratchain的一些合作方 包括阿卡拉或者ASTA或者摩文币 比如说我们在黑客松的一些项目 包括一些项目 比如举个例子 在ASTA里面做一个DI 但是用到Subcrate的项目 这样的话 从我们项目方的角度 从Subcrate的角度和ASTA角度 都会给一些奖励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当我们的中文课程结束了 我们也会考虑在中国举办黑客松 开设奖金去鼓励更多的开发者 使用Subcrate进行开发和数据 所以以创造出更多的优秀的应用程序 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者解决后端的数据难平 也看到了很多开发者 极具创造的运用Subcrate作为后端 做了很多丰富的前端的DI 前几周的时间 我们也对 Moonbin和MoonRiver的以太坊虚拟机 EVM进行了支持 这也允许Polkadot和Ethereum开发人员 将Substrate和EVM的数据 集成到一个地方进行query 大大的提升了效率 这是我们在跟Moonbin团队沟通 沟通过程中 他们提出的一个痛点 我们Subcrate的工程师Scott 用了两天的时间 就解决了这一个难题 随着Subcrate的发展 我们也会慢慢的扩展到更多的链 甚至更多的生态统中去 我们非常欢迎 这种道合的开发者 跟我们一起去创造和开发 所以说我们也设立了grant 去支持这些开发者 我们这个grant呢 会 首先呢 我们这个grant 可能我们在下一个 我们的community call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 去make一个announcement 这个grant的金额是非常大的 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一个金额 这样对于一些 就是我们社区的小伙伴感兴趣的 像从事于我们这个行业的 欢迎来去申请我们的grant 你能看到我们准备了 非常多的机会给开发者 如果你此时还不会使用Subcrate 也没有关系 跟随我们 持续关注我们课程动态 相信这会是一段很好的旅程 课程结束 你也会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技术大使 甚至加入我们的开发团队 因为我们团队还在不断的扩张 所以说我们非常期待和社区们 和社区的小伙伴们一起成长 谢谢Sam的介绍 相信社区的小伙伴们也都非常的期待 然后包括也非常的期待说 可以成为我们的indexer 在我们的这个去中心化的革命当中 一起参与进来 那我也想请亚群来为我们的社群介绍一下 Block后面的发展和规划 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开发者 我相信这也是社群非常想听到的 对的对 是的 目前的话我们社区已经累积了 大概有1万个开发者用户 然后刚刚也提到就是上过Subcrate 课程的开发者也有1600位 然后我们选择Subcrate 也是因为它我觉得它的特性是能够 让更多优秀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能够产生真正有用的链 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态系统 所以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更多的优秀的 Subcrate生态项目的合作伙伴 然后类似像Subcrate这样的项目 一起去创建更多的优质的内容 然后包括课程啊 包括活动等等 然后邀请更多开发者去加入Subcrate 包括明年的话 我们应该也会去做更多的像 各大高校 然后以及一些更类似像普通的这种 技术小白能够给他们听的这种课程 然后让更多的这个 对开发感兴趣的圈外的人 能够加入进来 然后也不仅是说它能 当一个乘客过来只是看看而已 我们希望它能够留在这个行业里 留在Subcrate这个生态里去作为一个建设者 然后我们一起可以冲向更远的一个太空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初衷是不变的 我们还会一直围绕着Subcrate系列的课程 Workshop 黑格松 包括招聘等等 社区的活动去帮助Subcrate的开发者去从零到一的了解这个技术 并且扎根与此一起去攻坚web三年龄的未来 谢谢 谢谢亚萱你的介绍 我觉得其实社群的小伙伴们都很期待 因为在这里能够看得到大家对于开发者教育的决心 然后以及为开发者各种各样体贴的设计和设想 不只是在这里教会你学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更是能够让你从事这个行业 就像亚萱刚才说的 能够真的留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这是对教育者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那也非常的感谢Weblog Plus一直以来致力于在这个方面 为这个行业去培养了这么多的优秀人才 那么Subcrate也再次就是想说我们很荣幸跟Weblog Plus一起合作 那我们的课程呢将会在1月10号的时候正式对来向大家公布 在现在我们处于内测阶段 我们非常精细的准备我们的课程 在每个课程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内测的同学先来学习 然后觉得有任何的不够清楚不够详细 甚至只是不够适合我们的中文开发者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会积极的改进 所以在1月10号的时候 敬请期待我们的课程正式的上线 那在我们今天访谈最后结束之前也要提醒大家 在最后的视频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得到一个二维码 那么这个二维码你直接扫满 关注的话就可以收到更多来自于我们课程的动态 以及后面的消息 所以在课程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又会有更多的发布一些情况 然后包括一些workshop 来介绍我们Subcredit的这个技术进展 所以就鼓励大家多多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们的视频 那我们请范姆和亚许 再给大家最后打个招呼 就给大家说再见了 好 那我们就跟大家再见 好 大家好 拜拜 拜拜